很多辽兰的小伙子都是把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梦想 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辽兰 而且在辽兰征战CBA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付出了很多 比如说大汗 因为所有的球迷都知道 大汗为了替辽兰拿一个总冠军 辜负了一个人 确实说过 我说我如果不给辽兰队拿个冠军 我不会办婚礼 这是我的原话 我说过 因为婚礼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想自己来筹划一个婚礼 但是都知道 我这打完联赛 可能马上又去国家队报到 根本就没有时间 我希望我有一个充足的时间 来给她一个婚礼 这可能是原因吧 我能理解 她一定懂得你的梦想 你的追求 让我们共同用掌声送给她 送给她这份宽容 这份伟大 很多人说艾伦哭是因为她委屈 也有人说艾伦哭是因为她高兴 没有吧 当时一瞬间没有想过因为什么 没有因为吧 就只有结果 然后就苦了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可能 就是 什么都没想过 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真情流露 要自然的行为 所以说没有为啥 你说你曾经自己说 你的资质并不是多高 所以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 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嘛 然后要那个 去努力 要是不努力的话 你就会被淘汰 至少到现在来说 我不后悔吧 就是没有太多的去遗憾吧 说曾经有过某一段时间 去荒废了 至少这样好像是没有我 没有遗憾 一直蛮努力的 特别是拿了这个总冠军 这个还是有一些 上天的眷顾 然后包括加上运气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在里面 你这么看 很多人说 其实你们早就该拿了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积累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积累 很多年了 然后这不是 第一次我们经历了失败 然后第二次这么 就是来回这几年的 就是磨练 然后包括我们的心智 包括我们的队伍的成熟度 然后也磨到一定程度了 我觉得艾伦说的特别对 就是其实往常呢 很多人都会说 辽兰六次打入总决赛 对吧 这是第七次 其实你们在场上的表现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 尽管这一次我们的洋队长 在最后一场并没有上场 其实最后一场的时候 我也到现场去看了 尤其是最后 剩几分钟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球迷一直在喊 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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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你上场 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队服呢 我觉得这个上不上场 跟夺总冠军来讲 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我作为这团队的队员 不管是上场还是场下 我都为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当最终举起这个顶之后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人 都是胜利的 这个跟上不上场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已经很知足 很满意了 然后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跟这个夺得总冠军 这个举起奖杯来比较的话 上不上场真的很不重要 其实我今天能在这个舞台 在你们中间跟你们共同访问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多羡慕我 因为辽兰的小伙子 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们每一个辽宁球迷 包括全国各地的球迷 有很多都在不同方式 不同程度地表达着 对你们的爱 今天我们现场来了 也很多的球迷 都是我们征集来的 他们可能是